好 进入后疫情时代 民众预防保健意识是大幅提高 那么再加上高龄化需求 促使全球保健营养食品的市场规模 在2026年有望破1兆美元 不过相关新品上市 每年全球就有2.3万只 保健食品进入新战局 如何走出差异化 抢夺市战率 考验着厂商的智慧 生机业者携手小农 走出独有的台湾优势 抢夺先机 综合维他命和钙片这样 骨骨头那些的 运动 饮食方面 吃清淡一点比较好 后疫情时代 民众保健意识提高 严调预估 2022年全球保健营养食品市场规模 达8697亿美元 年平均复合成长预约5.5% 台湾方面 加上高龄化需求 国内保健营养食品产值 2021年首度超越200亿元 达215亿元 年增10.3% 连续四年创历史新高 四例方面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方面 大概有二三十八八 有一个成长的曲线上来 那第三个还是以消化系统为主 大概心血管内 其实可以占到市场 四到五成的这样的手术 台湾保健食品销售 超过八成为内需 疫情发生后 整体保健营养食品产值 从2003年的200亿元 到2021年达951亿元 相较2020年成长4.9% 随着疫情趋于常态化 物流及人流管制松绑 2022年出口金额升到 2252万美元 年增13.5% 又以东协为最大外销市场 占51.9% 年增24.3% 台湾真的是好山好水 我们的品质上 像农特产品方面 都一直慢慢地走向一种 有机的栽培 网色的栽培 非常的多 那这些东西 它带动我们市场很大 在农特产品方面 我们都尽量走上天然 这个在我们目前的趋势上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力 根据全球上市新品数据 每年全球约有 2.3万只相关新品上市 不过由于全球原物料短缺 以及缺工停工问题 也间接改变厂商营运生产结构 原调预估 2023年保健营养食品 五大趋势及挑战 包括强化供应链韧性 产品差异 成竞争力图显关键 趋势融合的新形态通路等 我们都会去跟小农器做 那从栽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关心去 配合他们去采样 那每一样的食品 果实出来 我们都会去送到检验单位去检验 因为我们要做到这种真实的呈现 产品出去对消费者的一些负责 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根据调查 2021年超过半数台厂 深化上流原料及素材端 由八成经营成品生产获代工 近四成透过自由网站获电商平台 强化销售 工厂肯定是要有ISO HACCP等等的标准站 去做一些国际化的检验 那不管是第三方的检验机构 杜夫拉音 日本的JPFL 包括说美国的一些检验机构 认证是敲萌专 但是你产品的豪华 就是产商的良心 跟自己真正的看家本来 全球保健营养食品市场规模 预估2026年度过一兆美元 保健食品进入新战局 开场从本土出发 全更在地 便捷国际 走出台湾独有竞争力 抢夺先机